好 針對呢 其實這樣子越來越緊張的 緊繃的兩岸的關係 我方年輕人表示呢 他們怎麼看 對大家一起來至極 解放軍機出動八架兼10 越過海峽中線 距離台灣本島只有24海里 我軍除了廣播驅離 西部飛彈連 全面警戒 解放軍機越來越靠近台灣 就會覺得跟我無關 就一樣習慣 就跟那時候新冠疫情一樣 習慣大家就沒那麼怕了 很沒有感覺 我們很沒有危機意識對不對 很沒有危機意識 不會慌啊 就一直在發生的事情 就只能說令越來越近 那下一步有沒有可能直接過來 那也說不定 那就期待明年新總統 處理這個問題 真的發生的話 好像只能 拼天由命 能怎樣 台灣就這樣 我們能依靠就那些國家 不是嗎 但我覺得他們如果要打著 就打來啦 我覺得台灣可以依靠誰 應該就美國跟日本吧 就覺得戰爭很遙遠 就覺得一定不會打到我們隊 就絕對 絕對不會在我活在這世界上的時候發生 能怎樣無能為力啊 就真的飛進來也不敢打吧 太常來了 我覺得反而大家都有點麻木了吧 因為我自己看到這些新聞 我其實已經不會有什麼感覺了 因為他真的太常來啦 就是不覺得動不動就會有什麼 就是共濟繞台的新聞嗎 來就來吧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大家都生活在台灣 那真的發生了 我們能做什麼 就還是沒辦法做什麼 就覺得開戰是以前才會發生的事 因為現在這時候已經不會出現 就是開戰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趕過來我們就要改打啊 每次都手要來 人來了可是都沒有 造成就是新的一代 都沒有什麼危機意識 對所以變成 可能我爸那個年代就會 我爸媽以上就會比較在乎關注這件事 但反而這種 這種小孩啊什麼的 就年輕人就比較不會去在意 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也不是我們能決定 就是政府要去決定的 對啊 因為這些 因為第一個 我們也不是軍人 我們也不是政府官員 我們也實際上沒有什麼 決策的權利 那只能說如果今天國家要我們 假設今天國家真的要打仗好了 那我們可能就煮飯吧 幫軍人煮飯 有年輕人表示 共濟繞台的問題能不能解決 就看2024誰當總統 好 要看2024誰當總統 來看一下我們視訊年縣 什麼台北市議員 楊枝斗 枝斗哥早安 研究主播早安 各位重點的朋友 大家早 是要跟直斗哥來聊 剛剛看到大陸解放軍機 已經跟我們距離24海里的地方 但是我們的國防部 悶不吭聲噹噹 沒聲音 之前飛彈從我們頭頂上飛過去 也裝死也裝睡 現在一直這樣子來做 國防部到底醒了沒 還是他要一直假裝繼續東眠下去 你怎麼看 國防部跟新聞媒體完全不作為 其實年輕人有事情關心 有事情不關心 很大部分是周遭的朋友討論什麼 以及時下最流行的熱門的題目是什麼 那顯然綠美我看昨天繞了一整圈 政論節目完全沒談到這件事情 是很刻意的把這件事情給淡化掉 就如同我們上一次有飛彈射過台北的上空 國防部跟總統府竟然說那個是外太空 那不算領空 所以沒有發布任何的新聞警戒 我們還是透過日本的媒體 日本的新聞稿才發現說 哇原來飛彈真的飛過我們的上空 從我們頭頂上面這樣穿過 但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政府 蔡英文總統完全沒有發布任何的預警 那不就是刻意為之嗎 連日本都發布了 結果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一無所惜 到了這個他發射是可能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十幾個小時才我們國民才發現 這會不會太扯啊 而且我剛才看影片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完蛋了 你知道嗎 就怎麼會躺平成這個樣子 就說因為我不是軍人 我不是政府 我也不是日本人美國人 所以面對這個共軍 步步的進逼 我好像無能為力一樣 孩子你的命自己要掌握 不能靠別人 所以現在有很多 我們戰爭的時候的準備跟預警 包含說你準備一些乾糧 放在你家的地下室儲藏室 甚至去分辨你家最近的防空避難空間 這些東西不是你偉大的國防部都有教導嗎 那我們國民 我們的小孩子 我們年輕人竟然躺平成這樣 但是跟大家報告一點不幸的消息 因為過去根據一些老師的分析 如果是從中國大陸內地 射出導彈出來 射到中華民國這裡 有部分受影響 可能會有三分鐘的預警時間 就是從導彈發射到真的 擊中目標 我們可能有三分鐘的時間可以處理 那如果有些人他家裡有地下室 或是防空避難空間 三分鐘的時間把家人帶一帶 把乾糧帶一帶收音機帶一帶 火柴水帶下去 那應該都來得及三分鐘的時間 跑一下或坐電梯 可能你20樓以上都還來得及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你共軍軍機距離你只有24海里啊 各位 24海里是什麼概念 24海里已經逼近到 他可能裝膽的是空對地的飛彈 瞄準某些比較重要的軍事設施 那有沒有可能 雖然他的威力不給予導彈 但是還是可能造成大家生命財產的損傷 所以這些年輕人 我剛才看到影片非常的意外 就好像很習慣這件事情 然後毫無辦法 無能為力 我們應該嚴重的跟蔡政府抗議啊 我們如果是導彈射過來 3分鐘的時間 我們還可以預警 那國民還可以自救 保護自己 現在已經到24海里了 飛彈射過來是幾秒鐘的時間 你根本連逃都來不及逃 結果國防部輕輕放下 完全沒有給國民任何準備的機會 然後造成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的國民看到飛機起飛 看到共軍對峙 到24海里的這個範圍 破手可得的情況 完全沒有預警 完全心情保持平靜啊 就說啊 不會打啦 很佛系 然後躺平 然後說啊 反正 美國跟這個日本應該會救我們 或者是 共軍如果要打早就打了 這種論調 這是把自己的家人生命財產 把自己對這個生命的尊重 完全拋枝腦後 任人宰割 那現在的蔡英文政府就是無力還手嘛 面對已經逼進到24海里 他也只能步步的退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是12海里的這個領空的範圍 林海的範圍呢 那蔡政府完全不作為 押新聞 讓人民溫水煮青蛙漸漸習慣 下場就是 共軍越來越緊逼 人民的生命財產 越來越危險 而且人民還毫無自覺 這就是蔡英文政府 口口聲聲說 要跟中國大陸搞對抗 所帶來的結果 完全沒有能力 沒有作文 不 Прав幸成 跟中國大陸搞得 可stroke Linked 變成 這些 這樣 我的 老鼻圈 都 踢